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穹 穹 穹 现在竟然变成本尊的台词了 但是郭子前他也不是一生下来 就是模仿一哥 他演什么都比你我像 因为他打不怕 骂不怕 对表演的狂热 一般人难以想象 回到现场我是乡精英丛 收清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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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讨论的话题就是 因为这个我们这个无情的政客 跟这个媒体这样的打压的话 我们必须自己杀出一条血路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 谢谢大家 我一听到音乐 我就忍不住要耍几招 谢谢大哥 黏着大鼻子再比话几招最全 活脱脱就是成龙上身 不论是巨星 名嘴 还是台湾政客 对不起 是政治人物啦 小郭言什么 像什么 尤其他模仿苏贞昌 招牌slogan 你闭上眼睛光用听的 分得出哪句才是本尊吗 我是收清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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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觉得说 这个人讲话怎么 声音沙哑的 然后我就单纯这一个念头 去想去模仿他 结果发现呢 你不模仿他的声音呢 这眼神呆滞不下来呢 他眼神没有办法放空 可是讲他的话就可以放空 哦 她可以说 现在 四婆要开了 我要竞争台北市场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谢谢 苏贞昌 真的好 一定好谢谢他 一定好谢谢他 就是整个我们对于 苏先生的认识 我觉得绝大部分 一定是从郭子贤来的 说实在的 苏贞昌走到今天这等风光的地步 除了自己争气 郭子贤的模仿 绝对满意加分 不然你看 重重跟大饼 本尊玩完了 分身也跟着退隐江湖 想不走都不行 郭子贤也就靠着苏贞昌 赚尽了不少选举财 而且蓝绿通吃 哇 太厉害了 你看看 一字排开 有2008年可能是我的竞选对手 但是我们现在 一起来拉台 朱俊晓 掌声鼓励一下 这实在是太多的邀约了 他们每一个人 其实都有这个邀约 就尤其碰到选举 忘记的时候啊 就是都会一直来找 就是很多很多人情 可是他就是从来没有帮自己的表哥站过台 表哥林郑泽也说 他说他找过很多人来他 来帮他站台 可是也没有找过自己的表弟 虚许纯妹小姐 好帅哦 好帅哦 小郭模仿过的角色又多又精准 台湾演艺圈大概也很难有人超越他 一件专业要做到成功 大概都得像小郭一样充满狂热 郭子乾念中国海专时 担任话剧社社长 指导老师也是个戏风子 李国修 在那个年代 国修说 郭子乾是非常用功的 然后而且他就是很诚恳的 接受任何角色 我进学校的时候 他就已经当话剧社社长 然后他真的很用功很努力 而且他对演戏真的很投入 他反正就是我们每天 他大概中午都会来找我们 说叫我们去排戏 真的很努力 在那个上面 他不像我们 他可能很早就设定目标了 我觉得 小郭的毕业纪念册里 这位是中国海专 响当当的孙教官 为什么有名呢 就因为他骂人骂得够凶 够狠够特别 特别到十年后 小郭还能靠他吃饭 你叫什么名字 郭子乾 猫叫唇都比你好听 郭子乾很好 这种声音我喜欢 什么迎新会啦 什么毕业典礼 他都去表演 那所有同学都笑到 笑到肚子痛 因为那教官是很有特色的一个 我们学校教官 毕业纪念册 郭子乾留下了这么一段话 你真的得相信 他对表演这档事 有着超越那些歌星 偶像的狂热 千千万万个准备 换得片刻的迷人 那其实这句话呢 是代表舞台上面的表演 到最终的时候 表演最终不是要谢幕吗 那你是不是每天排演 排演可能排演三四个月 为了表演这一场 那不是要千千万万个准备吗 换得片刻的迷人 就是片刻的掌声 我现在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我要求换房间 我今天晚上 不要跟陈陈睡同一间 出社会后 郭子乾找上恩师李国修 在刚刚草创的 屏风剧团里工作 那个时候 吃足了不少苦头 几乎包办剧团里 所有的杂物 后来有一个演出机会 但却是要他在舞台上 背部全裸 所以整个ending就是 我们真的是裸露 然后那个 他一脱完 然后内裤什么都脱掉 就登案 推出一出舞台剧 就背部全裸 那我说我愿意 他老师说 好那这个角色给你演了 在演了那时候 或者是排练的时候 完全没有心理障碍 没有心理障碍 就是这么主动与积极 郭子乾继续要求李国修 带他进电视圈 就在连环炮里做道具 认识了他生命里的 第二个贵人王伟忠 但在严格出名的 伟忠哥底下做事 被打被骂 根本就是家常便饭 有飞踢啦 然后有甩脚本啦 但是他这不是针对人啦 他真的知道飞踢过来 你又会闪啊 你譬如现在骂我 要需要一个零钱 你现在离开我视线 明天我不要看到你 然后我们明天 那徐雅琪就会说 你去啦去啦 伟忠哥刀子嘴豆腐心 你就站到他前面嘛 然后我就站到他前面 然后看一看剧本 不叫你离开了吗 对有过这段 然后我又再 然后再看一下 赶快去换衣服啊 哇又很开心 又是那一段 又是很开心 看小波记里很多 你骂得下去 因为你整个下午四五个小时 为了我的演出耶 我NG就36次 整个耗在这个角色 只有一分多钟的戏 谁受得了 伟忠哥很凶喔 演得不好就是 那个剧本就拿起来 直接头就打下去 然后其实我当时就 我就觉得他好可怜 但是呢 他跟我讲说 没关系 我其实被打半天 可是我上去喔 我一演戏 今天有演到戏 我就很开心 一直骂 骂了大概三分钟啊 那我觉得气氛不是很好啊 那我最后就说 伟忠哥 你不要再骂 跟我说 连剧都输了 剧也输了 缓和一下气氧 我笑场 当时在连环套的工作压力大 但薪水却少得可怜 郭子贤只好想办法赚你外快 因为以前借服装借道具 可能可以卡一两百块 然后大家就去分了去吃个面 然后就很开心 欸对我听说做道具也可以A钱 对不对是郭哥教的 不是不是不是我 蛮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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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不知道 那是韦中哥只是策划 你别跟着一个 你别跟着一个 这个刚刚在后台讨论过 他就问说 韦中哥这四百 抱成八百是你不晓得吗 就是你嘛 对不对 连环炮结束后 郭子贤立刻没了工作 整整三年多 靠着每个月零星的通告胡口 就算在综艺节目上被诊 他依然甘之如疑 生日生日先唱啦 你最啰嗦啦 店裡開這麼大只有一支麥克風啊 還敢多說 兄弟 團力怕 只要有演出都是好 就不管他怎麼摔 只要不要把我摔死 就任何的表演都是成就 只要能夠曝光 對我來講都是好 你還把我扁的不夠啊 還不敢去哪個月 去哪個月 我去哪我去哪 你不要後悔啊 當時雖然三四年的工作 可能一個月一兩個通告 可是那時候並沒有覺得說前途茫然 在電視上稍微有曝光的時候呢 我媽媽才知道 我竟然在電視上有知名度 她還為我擔心啊 她說我不是怕你走這一行 我是怕你走這一行 你這個長相能紅多久了 郭媽媽的擔心是多餘了 郭子乾後來還跨足大一幕 拍了這部阿爸的情人 入圍金馬獎難配角 可惜最後與獎插身而過 但他憑著對表演的熱愛 以及不放棄 從2100全民亂獎開播之後 接著全民大門鍋 到現在的全民最大黨 郭子乾的模仿功力 成功地為他打開了事業版圖 大家好大家好 我是劳委會主委 林一元 這個很開心 一年只有今天 五一勞動節 可以跟各位朋友見面 她這個模仿其實是真的很難很難 你知道他們一般人要錄影之前 可能就是化妝半小時一小時就好了 尤其男生的人都很不化妝就這樣 就上去了 可是模仿秀是完全不一樣 他們要很多的道具 好我有提出一個slogan 叫快樂勞動 就是鼓勵勞工朋友 樂在其中的工作 那麼當然 這個薪水不多 這個飯吃不飽 這個剛好可以減 從這邊先畫一個 用麥克筆 從額頭上面先畫一個 金箍咒那個 孫悟空那個 一個風流間的一個弧度 然後這裡空了之後呢 就用麥克筆把它塗黑 這樣臉就比較小 然後戴上他一個中分的髮型 上唇好像比較 比較外凸一點 那怎麼辦呢 好我們塞衛生面條把它剪小塊 塞在這個上唇 再看一次郭子前模仿李應元 這麼神似的背後 原來用了非常高難度的化妝技術 我們真的台灣的老百姓 我們自己啊 你看颱風來 阿姨總統也是都很關懷 這些瓜農 這個指示行政院長張俊雄 下去發放這個慰問金 只是說喔 我們這個過來要顧 外交也要顧 這就是總統的職責 所以說我們今天 種種措施都是為了台灣 為了台灣這塊土地好 所以說希望大家用智慧 來深思這個問題 再加上郭子前用心觀察 每個人物的特色所在 然後加以放大發揮 七年多來將近兩千集 模仿過三百多個角色 稱他是台灣的模仿一哥 真的一點也不為過